我终于在前面看到了一片曙光 我升职加薪 走着人生巅峰 哈喽大家好 欢迎回到沈同学的日常 那今天这支影片主要是要和大家分享一下 在马来西亚成为一名律师的必经之路 事故一次我们马上开始吧 在马来西亚 一名律师的职业生涯是可以分成两个阶段的 第一个阶段就是理论阶段 而第二个阶段就是时间阶段 理论阶段顾名思义就是读书 在这整个过程当中 要耗费的时间大概是四年到五年左右 而在这个阶段当中 法律系学生是会被要求要摄入大量的基础基石 除此之外 我们的Lecturer在这个过程当中 也会要求我们开始以一个律师的思维 去思考各式各样的法律问题还有情景 当我们完成的本科也就是Undergraduate 我们就会被授予一份Bachlor of Laws degree 而这份Bachlor of Laws degree呢 是一份Professional的Law degree 但是要注意一点的就是 这一份Degree是要被LPQB 也就是Legal Professional Qualifying Board 所承认的 详细情况可以到官网上面查询啦 在这里要和大家分享了一下就是 马来西亚是Commonwealth countries的成员之一 所以我们的法律体系是跟着英国的 也就是所谓的Common Law System 而我们的法律课程也几乎都在学习着英国的案例还有法律的 完成了本科过 你们是不是觉得我们就可以直接进律所开始工作了咧 答案是A Fake No 跟医生会计时是一样的 律师也是要考执照的咧 因为我们的课程大致上都是在学习着英国的法律跟案例 所以我们要重新熟悉一下马来西亚的案例跟法律 在这里又可以细分两个不一样的情况啦 如果你的本科是在马来西亚国立大学完成的话 那么你是不需要另外考执照的 为什么呢 因为在你的课程当中 你是会学习马来西亚和英国的案例还有法律 相反的 如果你的本科是在马来西亚私立大学完成的话 也就是英国还有马来西亚合作的课程 或者是Twinning program 也就是说你的一年或者是两年时间会在英国大学完成的话 那么你就要另外考执照啦 在这种情况之下又会有两个选项 第一个就是回到马来西亚考Certificate in Legal Practice 坚称CLP 或者是留在英国继续读BAR course啦 终于经历了五年到六年的煎熬 闯过了茫茫体骸 法力 案例 课本 文案分析 终于在前面 看到一片曙光 甚至在心 终于人生巅峰 小妹妹你事不事忙了什么 你们是不是忘记了还有一个时间阶段呢 在这个时间阶段过程呢 我们要把过去五年到六年所学到的东西投入在工作啦 所以在考完执照过后 我们现在就要开始投简历给我们信仪已久的公司 然后开始我们的律师生涯了 唉 想太多了 首先 你是要经历九个月的实习期 而我们是称为 Chambering 或者是Puperledge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你是会被称为一个Puper 或者是Chambering Student 而且 很重要的一点就是 你在经历了这九个月之后 也不一定会被这家律所所retend的 你的Chambering Partner 会根据你在这个九个月的表现 还有看下你的可塑性 来决定你是否值得被他们留在这个律所 成为他们的一份子啦 所以啊 简单的来讲 这个九个月就是你拼命的时刻 因为在同一时间 会有不少于十个 或者是超过十个的人 跟你在竞争同一个职位 而这家律所的vacancy 可能就只有那么一个或两个罢了 在走出 铺满经济的道路上 并且生存下来 恭喜你 你现在正式成为一名律师啦 在这里要跟大家分享的一点就是 律师的职称是legal assistant 虽然每一所律所的架构有少许不同 但是大致上在完成了实习阶段过后 是会成为一名legal assistant 然后再根据你在律所累积的经验 或者是表现优异呢 就会被升为senior legal assistant 在下一步就会被升为salary partner 再接下来 根据时间还有经验的累积 还有按照律所里面所有合伙人的资历排备 就会容身为equity partner啦 到了这一步的合伙人 都是会直接拥有律所的股份 还有投票权的 至于在网上一层 也就是律所里面最高的职位 就是managing partner啦 managing partner除了要应对平时的法律工作以外 也要兼顾管理行政 还有一些大大小小的常务 在一些律所里面 也会聘请一些快要退休 或者是已经退休的合伙人 来担任consultant这个职位 主要是以他们丰富的经验 来培养年轻的一辈 或者是以他们丰富的阅历 来帮助律所度过复杂的问题 或者是度过难关啦 以上这一支影片的内容 大致上是一个很brief的discussion啦 详细其他的内容 无法在这支影片一一解释 如果你有什么想法或者是疑问 欢迎你在下面留言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 不要忘记订阅我的频道 按赞点击分享 开启小铃铛 我们下个影片再见